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系的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已经相当多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月份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 我们作为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 在对统计的权重进行了调整之后 是同比上升了4.9% 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去年全年的CPI平均涨幅 也高于去年12月份CPI的月度涨幅 那么4.9%这个数字 到底透露出哪些宏观经济的关键信息 它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含义 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大连这四个城市进行了调查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月份经济数据 其中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4.9% 环比上涨1% 这一数字低于此前市场和许多专家的预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奇告诉我们 多种因素使得1月份CPI涨幅低于人们的预期 政府在去年下半年 今年年初 从增加商品供给 调节需求 这个理讯市场秩序 包括对金融货币采取偏紧的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的话呢 是通合膨胀上涨的预期有所调整 因此这个价格总水平出现向下收敛的这个态势 所以总的看 首先是这期一件政府的管理通商预期 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产生效果 陈东奇认为 1月份4.9%的上涨幅度处于可承受的范围 但是需要警惕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毕竟它还是月度指标 而且是发生的节价益这一段 对吧 采购一般采购比较多 而且跟去年这个节价益 它不是完全对应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月度性的4.9%以下 应当说还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从政府的通胀预期管理的角度 稳定物价的角度来讲 恐怕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不能让它往上走 应该慢慢的向下收敛 这次的CPI数据与以往相比 在计算上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采用了新的CPI权重 增加了1.3万个调查网点 人民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 这些调整有利于CPI数据的改进 这里头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调整 就是权重的调整了 因为按照调整以前的话 我们CPI的结构里头 食品类的结构比重是比较高的 基础位的话相对来讲比较低 那么这次的话 调整主要是调整了这两块 食品类的权重有所下降 和基础类的权重有所上升 这一个解释反映了我们整个消费机构 发生的一些变化 另外一个调整的话 我觉得就是抽样调查的范围更加广了 抽样点的范围的扩大 那么反映价格变化的从含概面 就更加广了一些 问件调查中的第一个问题是 您是否关注CPI数字 有79%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会非常关注 或者比较关注CPI数据 只有21%的市民称不关心CPI 随着物价的上涨 有高达67%的受访者 在2011年1月份的消费支出 与2010年同期相比 是否上涨这一问题上 选择了上涨 25%的人持平 只有7%的人选择了下降 我觉得经济发展肯定会 消费指数会升高 但是说这个上涨幅度 可能有点太快了 有点太大了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春节来临前期吧 当时的时候 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多数居民认为 2011年1月的整体支出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而具体到衣食住行方面 有47%的市民感觉 2011年1月份 食品价格上涨最快 你比如说 咱们蔬菜全天在吃 对吧 20块钱好好的 连肉再菜都有了 现在我跟你说 50块钱都不抵挡不了 像以前吃饭 也就是3块钱左右就够了 现在基本上 给6 7块钱没有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吃的生活用心等等 是不能接受 凡是我们可以不买 但是吃的是不能不买的 而在食品大类下 有高达58.5%的市民 选择了蔬菜 作为涨价 最为明显的品种 甚至发出了 菜比肉贵的感慨 你看就这袋 我就买了青椒 平安日 好像2块5 春节期间就涨到7块钱 我觉得蔬菜比肉贵 现在蔬菜比肉贵 尤其在上海 当然 菜比肉贵 只是象征性的说法 肉蛋奶的价格上涨幅度 也让很多人觉得吃不消 在调查中 有18%的市民感觉到 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最快 仅次于选择蔬菜的市民 除了食品类的价格上涨 被市民所感知外 有21%的被调查者感觉 住房价格上涨明显 14.5%的市民反映 服装价格上涨过快 尤其是像羽绒服这类的冬季服装 价格明显上涨 冬季买这个冬季服装 像这羽绒活人的 往年就是五六百能买一件 今年都要七八万上千的 很多生活成本都贵了很多 先吃的穿的用的都贵了很多 你看现在就买一件衣服都很贵啊 动作上千两千的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 物价就一路上扬 经历了算你很逗你玩 唐高宗的2010年 大部分市民已经把物价上涨 当成了生活的常态 在我们的调查中 有63%的受访者认为 价格上涨在自己的预期之内 但是其中的78%的居民表示 虽然在预期之内 但是仍然觉得涨价幅度很大 说实在话 那涨吗 这是必然的 什么叫它涨 物价 就是比如说对物价涨分 涨呢是预期当然是要涨的 那你如果经济要发展 它肯定要涨的 你如果不涨的话 你这个消费水平 肯定是越来越下的 那就是涨呢 就是慢慢的涨 要跟这个工资协调的上面涨 有点超出预期吧 不过总的来说 应该按照国家这种形式来说 应该基本控制在预期 各种门类的商品 齐头并进的涨价态势 让很多人感觉到吃不消 乃至无法承受 有44%的市民表示 2011年自己能够承受的CPI增长 在3%以下 有38%的市民认为 可以承受到3%到4% 在受访者中 只有3%的人认为 自己可以承受5%以上的CPI增长 跟你说实在的 像我们有影响了 一把老百姓影响就更大了 你像我们两口都是机关停休的 工作都比较高 现在我们也得电量化 就是供应 一个月整个退休的 退休的不到两千块钱 确实是胜过车 够苦的 我认为可能就是日常消费 在那个副食品 或者说那个出行各方面的消费 可能就是在家庭收入的 应该也就 我认为就是增长那个份 应该也就在增长 有那么一百块以内几十块钱吗 应该可以 可以接受的 物价上涨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居民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应对通胀呢 在采访中 有32.5%的市民表示 会选择黄金股票基金等 理财产品来抵抗通胀 还有30.5%的受访者 会使用参加团购 购买特惠品的方式 减少开支 以应对通胀 想做一些这个基金定投 包括银行的一些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 来保保通胀 大概支出来的 降工资比了30%到40%吧 比如说买一些白金啊 黄金啊之类的 因为现在黄金白金价格都在涨 目前就是买一些基金 或者那个 就是一些信托之类的 我会投一部分 但是银行呢 可能相对说 也会存一部分 我个人抗通胀吗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想后续买的 什么理财产品之类的什么 这样可以 打一个抗通胀的效果吧 我给我公司的人 就是给他们发 让他们家里也负担少点 给他们也发点 比如说那个培根 那个培根 然后那个 那个 一包才12块钱 我们在下面是49块钱 现在这个团购比较流行嘛 一般靠这个团购去 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 平时一些娱乐呀 或者一些消费啊 比如说出去吃饭什么的 有的时候你正常消费 可能是挺高的 但是你有靠团购什么 能减少一些 那段时间不是说 油要涨价吗 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都去买油 没涨价之前 天面把它货买了 换在那 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呢 物价上涨 尤其是食品类价格的上涨 让老百姓的消费支出 增加了不少 大家就想出了一些 应对涨价压力的办法 不过呢 大家最关心的是 这一轮涨价究竟会持续多久 物价走高的这个势头 能否得到遏制 一分钟广告之后 我们再结合 今天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一月份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是上涨了4.9% 而从环比涨幅来看呢 一月份是达到了1% 这是继2010年2月和11月以来 最近一年来 CPI环比涨幅第三高的一个月份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通胀的压力正在加大 我们又应当如何来保证 自己的资产不会遭遇通胀的损失呢 一月份数据出台后 CPI在未来几个月的表现 自然成为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奇认为 尽管一月份CPI并没有突破物 但是管理通胀仍然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即使是4.95以下 通胀上行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毕竟比我们的宏观调控的 反正四左右这个目标来讲 还是有距离的 陈东奇告诉我们 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 使得CPI在未来几个月 很难迅速下降 欧美经济复苏今年会比去年会强一些 欧美需求上来 整个物价上涨的预期增强 它也会流到中国来 转移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 所以今年的物价上涨的外部方面的压力 我更感觉比去年会强一些 另外的话 那就是国内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虽然我们前期的金融准 金融经济的一个紧缩 使物价上涨的这个速度放慢了 平滑了 但是比一近的内在压力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四个方面的 特别是经济上升周期 物价上升的压力是存在的 事实上 为了应对通胀压力 央行去年四季度曾两次加息 而2月8日晚间 央行在此宣布 自2月9日起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的首次加息 只在应对当前的通胀压力 赵锡君认为 货币政策仍然是今后管理通胀的重要手段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手段 因为尽管我们刚才讲到的价格上升 有很多的因素来推动 但是从控制的手段来讲 最直接的最有效的手段 可能还是货币政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奇告诉我们 在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接近20%的情况下 利率手段将发挥主要作用 当他已经在20%左右的时候 可能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不能说没有 但是应当说是越来越窄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又要管理好通胀预期 又要稳定物价 又要稳定币值 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要转到价格型工具 那就是提高利率 陈东奇认为央行下一步会继续微调利率 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因此还不能判断具体的时间点 这取决于央行对物价上涨的潜在压力的判断 取决于我们对经济活动当中 特别是就业和经济增长 它的实际数据怎么样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考虑跟我们相关的 互相产生影响的国家 特别是美国 欧洲 日本这三大经济体 它的货币政策的变化 从2010年10月20日起至今 央行已经三次上调存贷款利率 加息的脚步虽然越来越急 但通胀的隐忧却难以消散 那么有没有可能跑赢CPI 不让多年的血汗钱一扁再扁呢 林海的判断依据是 现在股票市场的市盈率相对不高 进入股市进行价值投资 会有比较好的收益 而东兴证券研究所所长 银国红告诉我们 除股票外 不少保险公司提供的分红险等险种 在通胀的背景下 也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些保险公司 保险产品 那么它的相对的内涵的利率 还是比较理想的 那么同时就为你增添了一份保障 而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的 首席分析师李志强 则推荐了银行的理财产品 他更看重的是 理财产品较低的风险和稳定的回报 比如说现在银行发行的 一年期左右的短期的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的 基本上能够在4%多一点 那么应该能够满足 跑赢通胀的投资需求 对于投资什么赚钱 专家们各有各的想法 不过当记者问到 投资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 是不是也是一个保值的好办法时 林海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黄金基本上跟美元是反向的 我们认为美元是相对的历史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黄金就是相对的历史高位 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大规模的投资 这种贵金属的话 是有一定风险的 而且最重要的风险就是 流动性 比如说很多人是投资15黄金 那你边线的成本就会更高 正所谓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手段 专家们认为 应该对资产按比例进行分配 换句话说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保留一个日常的需求 那根据你的自己需要是15 还是20的比例 那么其次来讲的话 可能有个30到40的比例 来去进行配置一些固定收益类的资产 像债券 像保险的类的产品 那么他们去年的收益 应该都能达到5%以上 最后一部分来讲的话 以去年为例的话 如果剩下的百分之的 比如说是40到50的比例 配置到股票上 是一个风险类的资产 是可以展上CPI的 不过专家们也提醒投资者 不管选择哪类投资产品 最重要的是不能冲动 盲目追求告回报 从而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在追求战胜通胀 这个目标的同时 首先还是应该保证 这个资产的稳定 就是你的收益要 不要出现大幅的波动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实现一个 保值增值的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 还是要尽量投资于低风险的 收益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产品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中国的物价水平 不仅仅是影响着世界经济 也在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 那么当国内的物价 在一月份持续上涨的时候 全球其他的经济体 又在面临着怎样的困惑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 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巴西 印度 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 正在把如何解决通胀 当成经济的头等大事 而以美国 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则正处于通货紧缩的麻烦之中 国家发改委2010年价格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指出 金砖四国中的印度 俄罗斯 巴西 去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涨幅分别达到12.4% 6.7%和5.1% 均超过了中国2010年3.3%的CPI涨幅 而埃及近期的物价上涨幅度更是惊人 埃及统计部门2011年2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 埃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增长达11% 环比增长1.1% 而其中 占CPI比重高达44%的食品饮料价格 同比涨幅达18% 环比上升2.5% 分析人士认为 埃及通胀水平在今后几个月继续上升 而与上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通缩压力 日本总务省1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除去价格变动较大的生鲜食品后 2010年 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平均值为99.3% 比上一年下降1% 为连续第二年下降 在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来 通胀水平跌至历史低位 近来由于大宗商品包括原油价格高企 美国通胀水平有所回落 在去年年比之前增长至1.5% 尽管通胀有所抬头 美联储主席博南克在2月9日仍然表示 虽然其他经济体的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但他并不担心近期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飙升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认为 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通胀 而是通缩 对于此次国家统计局启动新的CPI统计权重方法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该方式对CPI影响有限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主任王小广认为 国家统计局的调整属于例行调整 对于CPI数据的影响大概在0.1至0.2个百分点之间 他不认为此调整方案亦在调整通胀密切 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宁认为 新的统计方案肯定降低了CPI指标 但他同样认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红元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四海持有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1月份CPI数据低于预期 与统计局降低食品类权重有直接关系 对于CPI数据的含义如何解读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继鹏认为 是良性的通胀 他表示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美元为主导 在美元仍然实行量化宽松的压力背景下 我们的通胀能够控制在5%以下已经相当不错 美国银行美林15号发布报告称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低于市场预期 如果该数据是可信的 很可能的解释则是中国通胀压力并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4.9%的CPI数据远低于市场预期 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胀形势依然不可小视 严防通胀走高依然是今年宏观政策的主要任务 深淫万国证券认为 虽然中国1月份CPI增幅低于预期 但通胀仍然是主要矛盾 预计年内还要加息两次 准备金率提高至20%以上 人民币升值5%左右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元表示 综合国际国内因素来讲 2011年物价上涨的压力比较大 中国物价上涨状况恐怕会有前高后低的状况 一季度会比较高一些 然后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 下半年特别是2011年第四季度会有所回落 1月份的月度CPI涨幅虽然没有超出大家之前的预期 但是这个数字还是揭示出了 2011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程度 外部经济环境是冷热不均 而国内的各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依然存在 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发展 与调整经济结构 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交错关系 对今年的宏观调控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我们也看到拓年一时央行动用了加息的手段 财政对农业和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是明显的加强 而流通领域的监管也正在强化 我想这些都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 提高居民的收入 平易物价的水平 但是要消除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 最终还是需要靠扭转靠投资 靠出口的传统的增长方式 让老百姓的合理消费 跟经济增长之间真正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活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情的收看 另外你还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就可以直接发到我们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未经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